好 今天另外一個事情是 他們這個什麼 960加110是多少錢 1070嘛 1070結果變成96萬 把這個變成96萬 所以民政黨說這是登記錯誤 登記錯誤 數十的餐盒 這個我查一下 這個是很荒唐的 他就是在key in的時候 多key了一百倍 這個為什麼整個過程裡頭 沒有人說數十餐盒怎麼那麼多 這個連被人家眼睛瞄到 如果有瞄到一定會舉發 因為太不合理了 沒有人看 也沒有人察覺 到現在陳志涵的老公許甫 才看到這個 才嘆了一口氣 這個一口氣意義深遠 就是說這麼大筆的錢 去買數十的便當 竟然到最近這一天才被發覺 這錢有夠多 這錢怎麼水在流 從這邊你可見 那個帳裡面的混亂 理論上講 會計師不要說96萬 一塊錢那個帳都要平的 你進來多少錢 我出去多少錢 費用多少錢 要加 然後剩下多少錢 那96萬居然都不知道 明明是1070塊變成96萬 然後那個帳怎麼平的 我都很好奇 我們看一下 民眾黨這次現金爭議連連 而現在就有議員發現在 監察院的申報系統上面 民眾黨在大選期間 有一筆餐費單筆超過96萬元 但實際來到收據上的地點 就是一間平價的便當店 我是可以選吃養菜 對 那我在 紫分現場採點網紅四茶毛 要看這便當店到底都賣多少錢 打開監院網站還原 的確在113年1月 有一筆來自大愛數十天地的餐費 也金額高達96萬有110元 雖然民眾黨的素食店已經現業 但據了解開出收據的 是在他隔壁 由同一位老闆經營的便當店 他們雖然說這間便當店 叫做小禮便當 可是他確實是使用 大愛數十天地的同便章 你看人生無戰都幾乎到齊 不過民眾黨前一晚就已經澄清 其實是好像9萬多 大成96萬 他既然已經接了這個業務 他就要把它做好嗎 初暴原因 是因為9萬多元的賬 多打了個零 但民眾黨副秘書長 許甫卻說是因為會計師 把一張960元的 跟一張110元的收據 連續登打在一起 才會變成96萬 到底哪個才是真正原因 一筆一筆加起來超過18萬筆 會有記錯 什麼這個我倒不覺得奇怪 誤差個什麼幾萬塊 我倒覺得可以接受 不排除有人貪污的可能 我這邊我還是有信心 每一筆支出都有憑證 排除黨內貪污可能性 至少現階段有憑有據 但若真是兩張收據 連續登打才出現問題 但兩張參費收據 一張112年 一張113年 中間足足有四個月的差距 我們統一把所有的單據 交給會計師 來幫我們做處理 那我們不知道會計師 他是一起申報 還是分批申報 這個點我們倒是不了解 追根究底 都是會計師的問題 民進黨說現在是 會計師key運錯誤了 那柯文哲說 哎呀我們有18萬筆帳 記錯一兩筆是不奇怪的 但是超過2000萬 也太無龍了 這不是一點點錢嗎 那另外呢 這個柯文哲 事人不明 到底講誰 陳志涵是說李文中財務長 他跟柯文哲有50年的交情 把柯文哲害得這麼慘 他要負最大的責任 這個講法我也不同意 好吧 因為陳志涵認為 少兩步驟 不過蓋合約章的還是柯文哲 還是柯文哲蓋的章 黨員認為柯文哲的確是人不明 所以好吧 柯文哲你是人不明 就點名黃山跟李文中 柯文哲說犯錯了 為什麼他說作章要相信專業 他認為還是給會計師給錯了 另外因為有人說 黃山應該實立委了 柯文哲說已經夠亂了 不要再添亂了 不要再添亂了 看一下 罵李文中怎麼罵 財務長我覺得是更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負起這麼重責大任 你是一個帳房 財務總管的時候更要非常乾淨 直播上炮火瞄準 十任靖總財務長李文中 直言根本沒做好自己角色 我很難過的是 我覺得他不只是 讓我們整個團隊做事不乾淨不俐落 他把整包丟出去 他把我們整盤的努力權都毀了 民眾黨立委員黨團主任陳志涵真的很生氣 主席你昨天有發這個黨員信 你說世人不明 這部分是包含李文中 端木正跟黃山山嗎 其實我們換一個錯誤就是 其實作帳還是要找會計人員 財政人員 不是在那種非專業 所以有時候 還是專業事情還是要相信專業 這個觀念很差 我覺得民眾黨的上仗下下 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態度不夠嚴肅 不夠莊重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婉會例外 他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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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黨中壓 我不是講他 OK 謝謝 就是說基本上你還是把他說 好像就把他推給李文中 推給會計師 難道會計師不夠專業嗎 這個會計師以前經歷過諸國榮 這麼龐大的一個做這樣的系統 但他那時候都挺過來 沒有做任何的刑責 顯然這會計師有經驗的 所以你說這會計師不專業 這也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民眾黨的內部 對外 我覺得要跟外界 有一個很嚴肅 很嚴正的道歉 就是說這個事情是我們不對 不管是我們自己內部 有沒有上下其手 不管是我們是不是太相信 什麼外包外把 你外包外把 最後仗還是算自己的 你所有的每個公司 很多克服外包 但外包的公司出了錯 克服出了錯 還是人家公司要出來道歉 你不能說這個外包的外打 事實上就跟我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態度的部分 要裝重 你要挽回大家 對你下一次的信任 你的態度就不能很輕浮 而且現在不急得去到處找 找替稅羔羊 你怎麼知道這樣查出來之後 會計師也好 跟你進行的走步裡面的人也好 有沒有一些翻譯的勾竄 或當時講好一些承諾呢 你否則的話我會計師 為什麼要找那三家公司 沒有人受益這會計師敢嗎 我不敢 就算我敢 我也會先去問那一家募客 或是那一家的實施說 我這樣上帳這樣做 我們要去調整一下 你也要彼此出來 講法要一樣 不能你講東我講西 所以你這樣這些 聆聆種種的這種講法 都讓大家對於民眾黨的信心 是會減分的 是會減分 再來你說世人不明 那世人不明 那你要怎麼處理 你說李文中或是黃三峽 他們辭了中央委員 坦白講對外界來講 不癢不痛 而且更何況 大多數的99%的人 不認識李文中是誰 他對於社會大眾來說 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存在 他過去當北捷的董事長 那時候就很多人在講 我們在質詢很多次 用北捷的錢 在北投的會館機場捷運 機場有一個會館 然後那個會館裡面 他自己裝潢一間 他自己住的地方 300萬 對 300萬 20坪不到 20坪不到 10幾坪不到 300萬 那理由說台北沒有家等等 那時候都講過很多次 那時候也很多人提醒說 李文中是一個定時炸彈 大家都善意的提醒 但沒有人理 但所有的市政府的人 通通幫李文中Cover 因為他跟老闆的關係很好 誰敢說老闆好朋友的一些話 所以柯文哲 他這個過程中也許他自己 他說錢沒有進私人口袋 他講的是 錢沒有進我的口袋 他不是講沒有進ABC的口袋 是講錢沒有進我的口袋 但是你周邊的人是怎麼樣 你常常是閉一隻眼 睜一隻眼 對他特別寵信的 他的話特別聽得進去的 他做的事情就通通都OK 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也不聞不問 不去查 後來今天就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好 你說黃山市 當時的競選總幹事 如果剛才講 如果這件事情發到國民黨裡面 早就砍掉了 早就砍掉了 送考聚會了 然後就其他人 在處理這個善後的事情了 怎麼會讓當時的競選總幹事 再去代表民眾黨 去提告會計師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嗎 你是要負責任的人 你怎麼就去告當時的人 感覺 對 我覺得這個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做假仗是一個事實了 我覺得這位端木正本身一定就是 因為目前看起來 Key in的是他 他不管有沒有找那位姓陳的 幫忙去Key in 但是Key in跟查核都是他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他們已經逃不掉 所謂的偽造文書 只是說到目前為止的話 大家還是很高度質疑說 柯本身說的那句話 是不是真的沒有進到私人口袋 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說 我想這次目前司法展開行動當中 大家要等著看的 這個部分的話 剛剛大家講到很多了 因為像最近大家在看 有關於這個政治現金 媒體全我的朋友們 要不然就做媒體的 要不然就公關的 要不然就廣告的 我覺得大家一看就懂 你就發現說怎麼搞的 你半場做個什麼新聞袋 或者拍一支影片 做個直播 開個記者會 那個錢有這樣子 不只是加一個零 我看好幾倍 幾十萬的 幾百萬的 雙千萬的 有人這樣子的嗎 所以就是你不禁會疑惑說 你真的是像剛剛趙先生講 你錢太多了嗎 錢多到說你隨便花 像流水一樣花嗎 如果這樣的話 請問未來小嫂還願意捐款給你嗎 大家對你還會有信心嗎 那如果不是 你就被當中做冤大頭 客人就都不知道嗎 還是說中間市場是有回扣 這個水是被灌出來的 是有人在從中間撈這個油水的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哪一種 我覺得對於柯文哲來說 對於民眾來說 這個打擊都非常大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說 你自己的銀行賬戶 有沒有錢進去了 是你的信用賬戶 已經徹底破產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關於 錢的問題 我覺得要等待這個檢調去查 那包括剛剛大家也講到很多 有關於這個尼奧跟石勒 我第一時間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所了解到 他們是長期跟柯文哲合作的 所以如果長期合作的話 一定有一些默契 所以他做上才做到他們 兩家上面 那如果你做到兩家上面 是因為有默契的話 怎麼第一時間你出來咬他呢 所以這個部分 要不然就是撕破臉 要不然就是什麼樣子的錢 搞不清 還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中間真的是 貓膩太多太多了 但接下來我要講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是大家比較少講到的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說 我覺得他太容易用 他慣常的面對事情危機的時候 他的態度 慚愧啊 我對不起 我覺得他道歉 對不起他都講非常的乾淨俐落 我覺得太慚愧了 我怎麼啊 然後我看到他在做訪問的時候 很焦慮 一直在那邊 但是我覺得那種 你覺得自己焦慮 你表示自己很慚愧 然後事情就可以這樣過了嗎 你說我都沒有建立制度 你講沒有建立制度 你講多久了 這個SOP有問題 我就說台灣流行SOP 這三個字是從你開始的 你什麼時候開始講SOP 八年 十年前了吧 十年前你在講說SOP很重要 而且說你要讓整個全台灣的政治 透明 清明 要有SOP 請問你 你自己透明了嗎 你自己清明了嗎 你自己有SOP嗎 所以我覺得柯文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不只是說你用人 序人不明 你在談台灣的政治的時候 你都說台灣的政治就是因為用人不清 因為序人不明 因為沒有制度 因為沒有SOP 像我就不會人治 他這樣講了嘛 我要制度 結果後來發現你說的這一套 做得對 萬萬選另外一套 要不然就是說你說得到 你都由你做不到 你給他跟你像就是這個樣 你不是刻意做兩套 就是因為你們能力不夠 所以你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柯文的來說是一個 非常大的打擊 還有一個 就是說你不但說不到 你過去曾經承諾過的 而且大家對你因此而 有一點點嚮往的 所謂的白色力量 再一個句你會發現 在裡頭 他只要跟他工作的過程 離開的時候都回來 都落井下石 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這個第一時間出來之後 我就說除了那兩家公司 當民主人 沒錯 除了那兩家公司 當場出來第一個先爆料 說我沒有拿到錢之外 接下來什麼張藝善 柯玉安 就一些只要在他的 他的整個團隊裡面的出來 沒有一句好話都沒有 你去回過頭去看 我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興奮就會想說 當初看陳垂扁 你看當初的宋廚瑜 都經歷過類似這種司法的 跟錢的問題 但是他 你不能講說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就是說他底下一定 你看那些人替他坐牢的有多少 陳垂扁底下替他坐牢的有多少 馬詠承 什麼林德遜 那些人就是嘴巴緊得不得了 然後陳正惠也是一樣對不對 後來他是 後來當了一點點污點證人 你看宋局也是一樣 清票案 底下多團結 那就是你內部 就是你的領導統譽有方 或者至少你讓大家覺得 我願意為你而死 那我也相信你的清白 但現在你看到這個事情 一開始發生之後 除了現在在位置上面的這些人之外 他過去的人通通跳出來罵他 都說這個也是這樣子 那也是這樣子 跟高宏安有點像 所以我就覺得他在管理人這件事情 他不只是用人不明 而是說他管理人這件事情 他團隊本身的向心力不夠 林周明離開說他是罵得很兇 所以我就說我覺得 柯文哲的領導力有問題 他對整個團隊的向心力 跟他的團隊文化真的有問題 我不是很同意這個講法 柯文哲跟宋楚瑜的差別在哪裡 宋楚瑜私恩 柯文哲寡恩 那就是他的美教風格 我跟你講 淨辦裡頭人很多 我都不敢講說一半的人有涉案 三分之一都不夠 都不會那麼多 但是有一群相當可觀的人 這個一定是十個人以上 甚至十五個都有的 大家孤約而同見到說有油水 然後大家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就有默契了 就所見略同了 就說這個可以 所以大家漸漸的就說 你用的方法跟我的用法可以互通的 那我們就漸漸認識這個關節怎麼打通 所以大家變成默契就不用講 大家可以一起來搞 這個團體我覺得數目相當可觀 搞的錢也相當可觀 但是科屁恐怕有沒有自己直接搞進來 這個大家都存疑 但是跟黃珊珊這個系統跑不掉了 這就有極致感到這個鬼 鬼字幕提供 都不重要 超級飛來 你們有一個震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